刚毕自用 继续前进 巡灵父的部将 根据这一形式 分析进和退的 得失利害关系 最后一致劝巡灵父 率兵渡河 楚国军队向北上 到引马黄河时 再回国 听说进军已经渡河 楚王想退兵返国 其宠臣午餐 想参战 而令隐孙叔敖 则不想战 并说去年打臣国 今年公正国 不是没有战争 战而不胜 您午餐的肉够吃的吗 午餐说 如果这次打胜了 就足见您孙叔敖 没有谋略了 不能战胜 我的肉将在进军之首 还能吃得上吗 令营转车返旗 午餐对楚王说 晋国现在从政的 都是些新人 不能很好地执行命令 其副手掀斜 刚毕不仁 不肯听从命令 他们的三个统帅 想统一行事 也难以办到 就是想听从命令 也没有统一的上级 大家听谁的 这一仗进军必败 楚庄王无奈 只好命令令引 调转战车向北 驻扎于管地 以带进军 刚毕自用 是指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 听不进别人一点意见 如他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是个刚毕自用的人 感恩图报 春秋时候 吴国的大将吴子旭 带领吴国的士兵 要去攻打正国 郑定公说 谁能够让吴子旭 把士兵带回去 不来攻打我们 我一定重重地奖赏他 可惜 没有一个人 想到好办法 到了第四天早上 有个年轻的打鱼狼 跑来找郑定公说 我有办法让吴子旭 不来攻打我正国 郑定公一听 马上问打鱼狼 你需要多少士兵和车子 打鱼狼摇摇头说 我不用士兵和车子 也不带食物 我只要用我这根划船的奖 就可以叫好几万的吴国士兵 回去吴国 打鱼狼把船奖 夹在锅子窝下面 跑去吴国的兵营 找吴子旭 他一边唱着歌 一边敲打船桨 吴子旭看到打鱼狼 手上的船桨 问他 年轻人 你是谁呀 打鱼狼回答说 我爸就是靠这根船桨 过日子 他还用这根船桨 救了你呀 吴子旭一听 以前我逃难的时候 有个打鱼的先生救过我 我一直想报答他呢 原来你是他的儿子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打鱼狼说 你们吴国 要来攻打我们郑国 我们这些打鱼的人 统统被叫来这里 希望吴将军 看在我死去的爸爸 曾经救过您 不要来攻打郑国 也让我回去 能得到一些奖赏 吴子旭带着感激的语气说 我怎么会忘记他的恩惠呢 我一定会帮你这个忙的 吴子旭一说完 马上把吴国的士兵 统统带回去 打鱼狼高兴的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郑定公 一下子 全郑国的人 都把打鱼狼 当成了大救星 感恩图报 是指感激别人的恩惠 而设法报答 如做人要饮水思源 感恩图报